這是檢警貼貨報 在台北市有涉嫌經營情色的業者 有打點轄區警察 而進一步就查出來了 這是國民黨及台北市議會副議長 葉林傳的服務處前主任張漢明 以及現任主任林晴介 不僅疑似就是情色藏所的業者和股東 還涉嫌行賄 而台北地檢署在昨天呢 是指揮調查兵分七十路大搜索 帶回了涉案業者以及涉案的巡官等 36個人漏夜進行正班 面對媒體好幾名黑衣人 不停遮遮掩掩 不論是外套還是手提袋 通通拿起來想要阻擋拍攝 檢調單位十五號下午展開突襲 搜索七十處場所 帶回三十六名被告 而其中的關鍵人物就是他 監禁監獲情資 發現一名流星巡作 在中山分局服務期間 接受葉林傳議員助理的官說 涉嫌包庇轄區內的涉嫌業者 遭到帶回調查 原來年近六十歲的流星巡官 十五年前涉嫌和台北市議會副議長 葉林傳的服務處主任 包庇其家賭博涉情業者 涉嫌貪污收賄 三年前流星巡官調到松山分局 也藉此將涉情業者引入松山 不過自從他身重病 去年請藏假回來上班後 就只負責處理噪音 環境衛生問題 即使表面上沒有接觸特種行業 十五號調查局還是接獲情資 將他帶回法務部 北基站問訊 台北市議會副議長 葉林傳的服務處主任 金傳染黃貪污收賄 檢調同步搜索 他位在台北市中山區 臨申北路的服務處 據傳他跟地方人士很熟 與臨申北酒店關心肥淺 不過他在案發前就已經離職 葉林傳也沒有被傳喚 與包庇色情案完全撇清關係 不過根據平面媒體報導 檢調人員在查期過程中 還意外發現其中一名女子 竟然是流性巡官的女兒 全案依妨害風化罪偵辦 對此松山分局表示 針對個人生活並不知情 會全力配合檢察官偵辦 記者眾部報導